好 歡迎回來 我們來看這一期的商業中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話 只要解決大家現在一問 為什麼叫不到計程車 原來是計程車的超級數據大戰 已經開打 背後是有三十兆商機 你說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邏輯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是越來越多的叫車平臺 都要來爭搶這個市場 結果就變成我們都叫不到車了 我們來問郭真哥 這到底怎麼回事 現在你打開手機 在APP在叫車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數據已經變成 連Google跟微軟 或是Toyota現代都有興趣的東西 所以當你開始在把數據弄出來 弄出去的時候 其實幕後是一場價值 超過三十兆台幣的一個大生意 因為這些大頭都看到了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怎麼跟你叫不到車有關係 其實這是一場數據之戰 大家都要掌握一個東西 叫高頻數據跟低頻數據 你要有高頻數據 你才會有未來的商機 聽起來很奇怪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那先來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你叫不到車 因為我們從疫情之後 APP叫車的比例越來越高 現在APP叫車已經達到的七成 所以幾乎所有人就APP叫車 如果你在路邊攔車 已經剩下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 那其實你用路邊攔車 越來越難叫到車 因為車子其實全部都APP化了 為什麼APP化 是因為幾乎所有的APP叫車業者 都補貼拉攏所有的司機 所以你看到那張表 補貼的都非常好 你看有免月租 以前加入靠航加入計程車 還要月租費 還要通訊費 要給你訊號要抽成 現在沒有 我還給你補貼 所以各大車隊 都給你不同的補貼 來補貼到七千 甚至有時候加入車隊 給你一萬塊 大家都在搶那九萬個小黃 九萬個小黃 所以搶的人越來越多 那他們又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潛規則 我們也這次去調查 我們去報導的時候才發現 當你叫不到車的時候 你想說路邊也攔不到車 我用APP也攔不到車 我不如開三個APP 我寄個Nine叫不到 我開YUSI 開不到 我再用Uber 我三個都開 事實上你有沒有想過 計程車司機也在車裡面 打開三個手機 再看哪一個APP的補貼比較好 所以他也在挑客人 對 他也在看 我這個月到底哪一個平臺 給我APP平臺 給我的補貼 價格最好 我多跑幾趟 有沒有獎金 都有獎金 所以你把它看了這表之後 你會發現你在尖峰時刻 你在尖峰時刻叫車的時候 你打開三個APP 再叫車 其實他也打開三個APP 甚至他有三台手機 在那邊看哪一個補貼比較好 價格比較好 他才願意接你這個生意 所以平常的時候 煤和成功率大概九成 尖峰時段只剩下六七成 難怪我永遠叫不到車 對 你就叫不到車 而且這些大頭 全部都進來想要做這場戰爭 那大家想要的是什麼 其實不是要比的是 做小黃這個生意 大家要掌握的叫做數據 所以你看我們這些車隊 現在競爭有多激烈 臺灣大車隊當然是我們傳統的最大的車輛數跟用戶最多 那我們他當然現在是最大 可是有趣的人是誰進來的 Light Taxi進來的 可是Light Taxi後面是誰 其實是玉龍集團 收購了他嘛 他投資了他 所以玉龍跟Light集團 就Light跟結合 就Light Taxi其實是玉龍在後面 Light Go是在後面 然後豐 核泰集團就Toyota 就有一個Yousi Yousi他叫Yousi 那日本豐田也是同樣的東西 那他不只進來 他還跟Uber合作 你又搞不懂了 Uber不是你競爭對手嗎 那你Yousi還跟Uber合作 你們兩個跨界合作 那大家打來打去 其實要的就是什麼高頻數據 這就有趣了 賣車的人 當然我們看到以前Uber 以前Uber沒有餐廳的人 變成最大的餐廳業者 最大的餐飲業者 那汽車公司或是保險公司 跟相關的租賃貸款 也就發現了這個趨勢 如果我沒有掌握高頻數據 因為什麼叫高頻數據 是當你每天都有 車交通需求的時候 你的量很大 那當你有這些數據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會掌握誰需要車子 誰需要出行 甚至你以後要不要分期貸款 你會不會有買車的需要 你要不要出國去玩 你要不要接送 這個數據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掌握說 誰才是最需要的人 那過去他們擁有什麼 育龍集團或是核泰集團 他們有低頻數據 低頻數據是 他們有共享汽車 他們有租賃服務 甚至他們有保險 他們有各種進行服務 可是那個數據量太少 頻率很少 所以這個每天在坐的計程車 數據量很多 對 你要想嘛 高頻數據 每天有多少人在搭車 九萬輛車 可以收集到多少資訊 可是如果你只是被動的 只是還繼續在等租賃 等那些人一個月 可能才去租一租車嘛 你就低頻數據 所以你變成你是被動的 所以所有人都跳進來 想要掌握高頻數據 那我就好奇了 那到底這些數據 他可以他的商機 是從哪邊轉 我們看下一頁就可以知道了 玉龍集團收購了LightHC之後 他就發現 我還不只可以做所謂的 這個計程車服務 你以後機場接送 是會用到我的服務 你會不會用到我的租車服務 你出遊的時候 我會不會用到我的各種的服務 你要不要買保險 旅遊保險 我自己有產險 同樣的核帶集團 也會發現這些事情 所以你看到這個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大家都想要掌握數據 過去我只能單純的賣車 我只有低頻數據 我現在所有的垂直整合 鏈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會有派遣的服務 所以剛才志余說 他叫不到車 以後我可以派遣車子給你 你以後要出國 我要不要可以給你車子 甚至你到外地去 白沙屯馬祖的時候 你要不要租車 我也可以給你租車 我甚至可以直接幫你接送 因為他掌握你所有的數據了 甚至你旅遊規劃的時候 我像那個核帶集團 還有去去 就是他的旅遊規劃平台 他還在做這個東西了 所以他就把整個數據全部漲合 數據就變成黃金了 所以以後生意模式就會改變了 如果你就被動的低頻數據 你以後可能完全生意 就會被人家掌握住了 所以回看到國外的時候 我們再把這個數據 戰爭一段 要往國外看的時候 為什麼Google跟微軟 還有Toyota跟現代都想進來 因為除了這些數據之外 未來在自駕車 或是無人車的時候 我還要掌握更多的數據 我才可以交通的數據 我還可以規劃幫你做無人車的服務 以後不是在賣車 而是在賣座車服務 所以這是講數據戰爭 所以你叫不到車 其實後面是很多的數據 已經在背後運行了 真的 那國外跟我最後問一個 那我到底什麼時候才叫得到車 等到他們要整合完畢嗎 你以後在冷門時段 你就真的是叫得到車 冷門時段以後 你就要提供更好的 高階人士服務 他給你派遣 特約 算了啦 我做公車就好了 以後你知道常常叫車 叫不到車就告訴你 我可以特約嘛 好 我不要跌入商人的陰謀 你們去整病 我做公車就好了